昨天老师说到是说 这个科前市长 他可能他的状况会比较不好 被这个打压跟追杀会变得比较严重 那很多粉丝朋友就来问老师 老师他真的是没办法去挽救了 有没有办法可以化解这个东西 首先老师要继续还是说 老师一直以来的态度就虽然是跟他 大家去讲是说 我们的科主席啊 也就是我们科前台北市长啊 他基本上他的政治生命是走完了 但是以他的格局的来讲啊 其实你要跟老师说他有贪污这件事情啊 人都有贪婪的心态啊 但是你说他要去像车上吊三百万 可以现金带的随时跑那种 大家谁没拿过我的钱这种状况 你有别 基本上是比较难 这个老师在直播有讲过 我们的一个科主席啊 他基本上不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钱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数字 有很好我也喜欢 但是没有也就算了 他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说对他来讲啊你要说他去贪污 然后去一起累积他自己的亿万身价啊 对他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 而且他的格局来看 这是比较难 那当然有人也会跟老师去问是说 哎老师那这样子的话啊 那个对我们的赖总统是不是有加分 或者是说他的权力可能越来越大 因为他把这个民众党给消灭掉 有人有人的看法了 不是我的看法好不好 我就转达别人的看法 那是不是赖总统他的一个声望会比较大 以后他为他下次选举去铺路铺路比较好 这个各位请放心 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因为从这个两方面的格局来看了 基本上赖总统格局老师把它摆出来了 那基本上以他的格局来讲 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也是颇大的 并没有说什么样很好加分的一个效果 应该是说怎么样了 应该说他从这件事之后 他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这个明年之后 到明年年底之前 他都会陷入到一个很大的一些统治上的危机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很多人去反对你 或者是说你的施政你的意念比较难被贯彻 而且如果你硬要去做的话 那你可能会受到了不只是外面的压力 你可能内部的有一些的原来你的盟友 或是一些你在后面的一些支持者 哪怕是远在海洋以外的支持者 他可能对你来说都会有其他的一些 不满意的声音出现 所以是说其实对我们的赖先生总统来讲 其实那个科前市长被他 不要说被他了 就是说他被深压这件事情 对我们的赖总统并没有加分 反而是他因为这件事情 激起了很多更多人更坚定的 想要反对他的一个概念 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很有趣 敌人固然可恶 但是敌人的敌人是最可靠的盟友 这个在放出四海皆准 你只要你是敌人 如果我要对抗你 但是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因为怎么样 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他 其实在所有历史上面 一个朝代被推翻了 大部分都是先找敌人的敌人 我们联合之后 再把主要敌人给他怎么样 给他请出去 然后自己再去逗出来一个新的王 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政局 差不多也是这样 当然是老师从这两位领导人的 一个格局来看说 这个状况其实是对他们两个都非常不好 而至于是说 你说蓝人会不会得到好的利益 但目前为止来看了 也是没有了 因为这个党主席本身就不咋的 本来就不咋的 所以这会导致什么呢 这会导致我们台湾的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至少到年底之前 我们的经济 其他地方可能都发展不错 但是我们国内的经济 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发展 可能都会变得不安定的因素会比较多 其实RNF老师在直播上没有说到 RNF对我们台湾的明年的 集体成长率其实是下修的状态 也就是说RNF认为是说 我们台湾的经济啊 他是走上一个下行的一个阶段 虽然说从这个领导人 还有我们政治的一些不安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 这些东西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争执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两天啊 最老是最 shock 的一个新闻 并不是我们的柯主席被升压 而是说我们这个执政党啊 他们挑出来的一个司法部副部长啊 既然是我们姚立明老师 也就是之前我们的赖切子总统啊 他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直接把他变成司法部的副部长 而这提名呢 提名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嘛 对不对 立法院如果不同意 那这件事也会黄了 但是啊 你如果是今天把我们国家的公器啊 变成是说你去许诺 或是你去安排到你之前选举的干部 去做这件事啊 其实 这个东西是争议是比较大的 这些争议是比较大 当然或许我们总统有高瞻元素的想法 他可能觉得姚立明姚老师啊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观感上不好 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一个科主席啊 他他老婆就是去拿去看1亿元的房子 哎 他有没有错 他拿自己的钱有没有错 你说他没有错也是没有错 还有他拿自己的选举捷育款啊 去买他那个商办 做民众党的的党部啊 他是这么讲的 实际上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他有没有违法 他没有违法 但是合不合适 对 按照惯例来讲是不合适 所以说这些不合适 遭救他了 说你可能会被调查 那我们的现在赖总统啊 也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他你把你竞选 竞选的那个发言人 然后去安插到司法部副部长 那这个真的合法 但是合不合适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下去 我是张老师 我们周日直播见 这样子 affle 继续 承受